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 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 那今天的这一集 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福岛核污染水 2011年3月11号 日本福岛的发电厂 发生了其车诺比之后最严重的核灾 但就在12年过后 今年的8月24号 日本却正式开始 把曾经受到核污染的水排放到太平洋 而且根据日本的说法 他们会排整整30年 那虽然日本官方跟负责营运福岛发电厂的东京电力公司 都强调被排放出去的 是经过净化处理符合安全标准的核处理税 但还是爆出了不小的反对声浪 从福岛当地到韩国 都有人因此上街抗议 中国的反弹更是强烈 不仅官民其身谴责 甚至还引发了一阵抢炎潮 不少民众都急着抢购还没被污染的盐巴 是说日本为什么要不顾反对的声浪 排放这些水到海里 这些水真的有日本说的那么安全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日本的核处理水排海计划吧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你也希望笑起来的时候 可以有一排整齐的牙齿吗 很多人想要用牙套矫正牙齿 但因为传统牙套价格比较高 还有很多的隐藏费用 让很多人都不敢跨出第一步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 那欢迎看看Zenium 战亚隐形牙套 战亚隐形牙套主打全台军衣价 价格透明清楚 让你在进行矫正之前 就可以为价格做好心理准备 不用再跑好几家诊所比价 他们甚至还提供最高12期的 分期零利率方案 让大家用轻松的价格矫正牙齿 而且战亚牙套完全透明 戴上去后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不用担心矫正期间不美观 另外战亚还提供免费的线上评估 让你确认自己适合使用之后 再到诊所进行看诊 省下多跑一趟的时间 现在只要透过志祺七七的专属连结 完成免费的线上评估 定价72的轻矫正疗程 就可以折扣7000元 定价12万的全口矫正 还可以折扣17000元 赶快透过我们的专属连结 到战亚官网 进行免费的初步评估吧 好的 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整体吧 福岛的核污染水议题 要从12年前的311说起 当时的大力震加海啸 让福岛低核电厂的核资反应炉融汇 不仅地下水和雨水都流到了反应炉里面 后来负责营运福岛核电厂的东京电力公司 也为了冷却反应炉而注入更多的水 那这些水跟一般核电厂排放的核废水不同 而是直接接触过反应炉里面的核燃料 也吸附了更多危险的放射性元素 因此又被称为核污染水 那原本这些核污染水在经过处理之后 会储存在核电厂内部 但由于每天都会有新的污水产生 所以到了今年初 厂内就已经存了超过130万吨的水 输水空间快要不够了 针对这个问题 日本政府其实在2016年就成立了专案小组 研究该把这些水排到哪里 而水的去处 不外乎就是陆、海、空三种选择 埋到地下、排到大海 或者是释放到大气当中 最后他们判断 排到海里的成本、难度跟风险最低 所以就在2021年拍完定案 要把水排入到太平洋 而之后联合国旗下的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就开始参与跟监督 并在今年的7月批准了这项排海计划 同时也发表安全评估报告 说明这个计划对于人类、环境的影响 微乎其微 大家不必担心 那在IAEA放行之后 日本也从8月24号开始排放第一批 大约7800吨的水 而根据计划 要把现有的水全部排完 需要大概30年左右的时间 但具体来说 这受污染的水 到底要怎么样被处理以及排放呢? 日本的核处理水排海计划 大致可以分成两大步骤 首先是净化处理核污染水 东京电力公司表示 他们用了一种叫做ALPS多核种除去设备的装置 可以过滤掉水中绝大部分的放射性元素 而经过ALPS过滤后的水 就会被称作是核处理水 所以水会先在场内储存一阵子 之后再进到第二步骤排放 准备要排放出去的核处理水 会先被送到一个预备处理纸当中进行循环 还有检查 而在检查通过之后 会再用海水吸食100倍 最后借由一个海底管线 排放到福岛海岸一公里外的大海里 此外呢 东电也说明 排放的状况会依照天气做机动性的调整 为了以防万一 也设有紧急终止排放的机制 另外IEA也表示 他们在排放的前中后都会持续监测 有专家会驻守现场进行监督跟评估 有独立人员进行采样分析 不过东电跟IEA都承认 即便这个过程可以过滤掉绝大多数的放射性元素 但还是有些元素去除不了 诶等一下 那这样子排放真的没问题吗 要是有人不小心吃到该怎么办呢 就以目前的技术 有两种放射性元素 无法从核污染水当中被去除 它们分别是轻的同位素 川以及碳14 当人体摄取了极大量川 可能就会增加里来的几率 那如果是碳14摄取过量 则可能会导致细胞死亡 或者是遗传突变 因此 这两个无法被剔除的元素 也引起了外界很大的担忧 不过 有不少的专家学者都表示 其实自然界本来就存在着微量的川 它在生物体内的半摔期也相当短 大概是10天左右 除非是一次摄取超多 不然生物基本上都能够自行地 把它们给代谢出来 所以理论上 川不太会在海洋生物体内累积 也就不太会影响到我们吃的海鲜 而且就算人类真的吃到了这类的海鲜 川含量大多也都很些微 可以自行排出 至于海盐的话 因为盐在制作的过程中 会把水分去掉 所以也几乎不会寒川 而至于另外一个元素碳14 基本上也跟川一样 生物可以自行排出 在生物体内的半摔期也相对短 大约是一个月左右 日本官方还有IEA都表示 在计划当中 最后排入海中的核处理水 川的浓度会被稀释到 每公升1500贝克以下 相当于WHO饮用水含川量标准的七分之一 而碳14的浓度 则大约是自然界库存量的五十万分之一 同样远低于安全标准 因此他们判断 这个浓度对于人体以及环境的影响 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不会造成健康或是生态上面的问题 好的 那虽然核处理水的安全性 有日本官方拍胸口保证 也通过了IEA的评估 但另外一方面 有些环保组织跟学者 却依然对于计划存有疑虑 外界针对日本核处理水排海计划的质疑 主要可以分成两派 一派是认为这个做法可能还是有危险 像是日本辐射风险评估专家 甲非伦民就直言 虽然现在科学家普遍认为 核处理水排海会造成的影响很少 但不代表它完全零风险 而这正是争议的所在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也表示 这些水比起一般的核废水 含有更多的放射性元素 不只是川还有碳14无法被去除 其他元素也可能只是过滤到一定的标准以下 未必能够100%去除 此外也有学者警告 就算放射性元素的浓度够低 但在同一个地点集中排放好几十年 对于海中的生态 食物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都很难说 他们认为应该要有更充分的评估 不如该就这样子贸然的排放 而至于另外一派的质疑 则是认为虽然计划本身可行 但担心在执行上面会出问题 他们的立场 首先是出自于对于这个东电的不信任 他们认为福岛核灾的发生 本来就是东电的安全措施不足所导致的 而且在灾害过后 也曾经发生过核污染水外泄的事故 再来也有人批评 那个可以过滤放射性物质的ALPS设备存在的缺陷 像是2017年就有报道揭露 ALPS处理后的水 还是验出了超标的高危险放射性元素 最后也有学者对于IEA的监督能力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IEA毕竟是个关注核能组织 而不是环保组织 所以未必能够完整地监测到 这个排放所造成的环境影响 那除了这两派声音之外 还有一些人虽然不反对排海计划 但认为这并不是根本之道 他们强调日本应该要尽快地处理 反应炉当中的燃料 不然还是会一直有新的污水产生 那话说后来 这次的排海计划影响的范围很广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 日本国内以及它周遭的几个国家 对于计划的反应又是如何 首先日本国内舆论 对于排海计划的反应 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去看 首先是主要反对者 也就是日本渔业界 特别是辅导县的渔民 至于他们反对的原因 主要是担心日本水产的风品受到牵连 有辅导县渔民表示 核灾之后他们的生计大受影响 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好不容易在最近有好转迹象 结果现在政府又不顾他们的死活 坚持排放核处理税 等于是延续了核灾带给他们的痛苦 因此从8月24号开始 陆续有福岛的渔民走上街头抗议 喊出停止伤害福岛 伤害渔民的口号 要求政府立刻取消计划 那虽然在抗议的现场 也有关心环境议题的一般民众参与 但根据朝日新闻的调查 有高达51%的日本民众 是支持排放核处理水的 在比例上 比41%的反对者更多 支持者的论点是 一直把水存在核电厂也不是办法 万一有天灾来袭 可能还更加的危险 不过 不管是支持方或是反对方 都有许多人担心 排放计划会影响到国际观感 日本共同社的民调就显示 有高达87.4%的人认为 这个计划会让日本的国际形象受损 那说到国际影响 对于日本排放计划 反映最强烈的邻居就是中国 最近中国官方多次批评 日本的做法极度自私且不负责任 損害人类共同利益 也质疑IAEA的公正性 并且在8月24日当天 全面的暂停所有日本水产的进口 此外 中国党媒也轮番发文谴责 像是新华社就在官方微博 指控日本无视国际社会的质疑 强行排放污水 并发起投票询问网友 想要对日本核污水排海说些什么 选项包含了强烈谴责 祸害全人类和历史误入等等 每个都表达了强烈的反对 虽然也有少数中国网友认为官方 是在利用这个议题 转移民众对于国内经济问题的关注 但多数的舆论都还是对于日本非常不满 与此同时 中国网络上也开始流传各种谣言 比如污水会污染海盐等等 导致中国各地的盐 马上就被民众抢勾一空 而国营的中研集团 还特别出来辟谣 呼吁大家不要恐慌囤祸 另外中国民众的仇日情绪 也随着话题热度一起升高 在中共境内就有几所日桥学校 被人砸鸡蛋或是用石头攻击 而且福岛的多家商店 公司、政府机构 也开始接到大量从中国打来的 骚扰跟辱马电话 根据福岛市政府的说法 光是8月24跟25号这两天 他们就接到了超过200通的骚扰电话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 相较于中国 其他邻国的官方立场 普遍都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 就远之前一直对日本排海计划 表示反对的韩国政府 虽然没有松绑2013年开始的 福岛水产进口禁令 但是在IEA批准日本的排放计划之后 韩国也开记者会表示 他们认为日本的计划 没有科学上或是技术上面的问题 对韩国的印象也可以忽略 但虽然韩国官方是这样说 但根据民调 还是有将近八成的韩国民众 对于排放计划感到担忧 所以韩国也爆发了一波海鲜抢购潮 而且政府的支持态度 也激怒了部分的民众 首尔街头也出现了抗议活动 要求政府采取行动 而至于台湾官方的态度 就跟韩国官方类似 行政院表示 根据分析 排放计划对于台湾的影响 是可忽略的程度 而在食品进口的政策上面 目前也没有改变 只说会继续密切评估 并且对于来自日本的水产 进行更严格的抽氧检测 民众这边 台湾的反应则是相对平静 虽然有些环保团体 渔民表示反对 也有少部分的台湾人 跑去超市抢购盐巴 但基本上没有激起太多的反对 或讨论声浪 而其他周遭的国家 包含像是印尼 菲律宾等等 虽然也有一些民众请以抗议 但官方也多半都表示 认同IAEA的决定 节目的最后 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 其实在两年前 日本决定要推动排海计划的时候 我们团队就有讨论过这件事情 当时我们聊到 虽然日本的做法 在科学上面看起来是蛮严谨的 但毕竟东店以前确实出过很多次的包 而且排放之后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谁也说不准 所以会有担心情绪都是很正常的 那时候我们觉得 如果可以有个第三方的单位 比如IAEA的介入监督 这个议题应该可以让大家放行一点点 而现在看到计划通过IAEA的评估之后 一些邻国的立场也真的从反对 转变成认为没有严重问题 因此我们觉得IAEA的介入 应该多少有解决一些担忧 不过就算相对比较安心 但就像一些学者说的 没有人能够保证这个计划绝对安全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 怎么去评估跟判断风险 那虽然大家的立场可能都不太一样 这个议题目前也没有什么定论 但我们觉得 厘清相关的资讯 像是海盐 会不会寒川等等的事情 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这样子 或许就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恐慌吧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关于福岛和污染水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下最终的订阅 如果是对于这集 福岛和污染水的内容 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在Apple Podcast 下午请留言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掰比